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PP8新特性技术情节的 第31集 死路表达式抛出一程 这个东西的话呢 其实在之前的话 但乍一听呢 死路表达式抛出一程 这个东西在 8以前的版本早都支持了呀 对不对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这个标题之下 到底是要 让什么东西浮出水面 就是我们PP8里面 到底支持了什么 一个新的东西呢 还与死路有关系呢 是不是 那么我们来说说 它改进的原因 那么在PP8之前的话呢 不允许在单个表达式 对吧 在执行 在使用这个 单个表达式的时候呢 引发一程 但是现在呢 可以在一些 箭头函数啦 就是所谓的臂包 匿名函数 还有一些三元表达式啦 其实我们以前 也叫它三元运算符 问号冒号 对吧 当单个表达式体内的 任何一个地方 引发一程 就是它侧重点是 单个表达式内 是否可以引发一程 只要现在呢 现在尤其是一些典型的 像箭头函数啦 三元表达式啦 对吧 这种体内 可以随时的 任何一个地方 可以跑出一程 可以引发一程 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8.0之前 是不支持的 8.0之前的话呢 你比如说 尤其是咱们今天 刷一个典型啊 比如说 箭头函数和三元 和三元运算符 三元表达式 它俩人是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 我们可以是 亦复判断一下 完了以后 在某一个地方 单独的 把它撕入一下 我们可以在单独的 一个地方把它给跑出 也就是说 咱们的引发一意义成的 这个through new 它都是单独出现的 但它并不 并不能存在于 其他的 单个表达式体内 这个很关键 这个很关键 那么好 OK 那么说了半天 可能有点绕 有的人的话 又绕懵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以实力 来给大家快速的 来说一下 那么首先 这里面提出来 一个主人公 一个是箭头函数 一个是三元表达式 那么箭头函数 和三元表达式 这里的东西呢 在pg8之前 尤其是从5.2 5.3开始到7.4 已经一路改进 对吧 一路改进 有很多人说 都改得面目全非了 我都看不懂 别人在写什么了 那我呢 在这呢 咱们不单纯的 就是把31级 对吧 冒进的 给大家简单的一景 就完了 我在这复习一下 在5.2 5.3以后 箭头函数 和三元表达式 到底 对吧 升级 改进 都已经改得面目全非了 改了些什么 在这复习一下 好不好 其实打算是 本来这些细节呢 更细的细节呢 是打算在之前 在其他的课程里面 给大家记不记 就是第一集 我就给大家说过 可能后面 我会专门的 再给大家记 打造一系列 把pg5.2 5.3 以后5.4 5.5 5.6 7.1 7.2 7.0 7.1 7.2 7.3 7.4 里面所有的 每一个阶段里面 对吧 里面的简简单单的 一些改进和升级 都给大家简单的记用一下 都给大家简单的记用一下 重复的 是不存在重复的 对不对 你升级了三个点 我升级了五个点 他又升级了六个点 8又升级了几十个点 对不对 升级点不一样 对吧 所以说那些东西呢 到时候呢 也会去详细的 记用一下这个东西 那今天呢 我给大家创一下 这个东西 我不在这 不浪费时间啊 因为具体的东西 还在前面的版本里面 去突出 那么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单线箭头 就是所谓的 币包 币包函数 比方币包匿名函数 那么这个单线箭头 这种东西呢 这种东西呢 也叫箭头函数 这种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Function 收函数 对吧 收函数 然后呢 retain retain了一个东西 对不对 retain了一个东西 retain了一个什么 123 这非常简单 然后收一下 那么在前面的话呢 我们echo一下 好 刷新 是123 注意必须是retain啊 因为 因为他这个升级 升级的是最 他升级并不是完全代替 只是升级改进 那么他改进 是不是 他要是 也就是说 我是一个A 你是一个 你呢 在 你呢 既有A的功能 又加了一些B的功能 那么A就完全可以淘汰了 他是这样的吗 改进和升级 不是 他不是器用 不是淘汰 所以不是这个样子 他是什么 他是本来 有AB两个功能 对吧 咱们这个Function里面 有AB两个功能 然后呢 在AB两个功能 基础之上 我呢 出现了一个C功能 那么这个C功能呢 对吧 只是说 可能比A和B 两个功能点 更简单而已 它有可能 就是在A或者B的 基础之上 来了一个A加 你可以使用A 你也可以使用A加 但是呢 他并不等于A加B 这一点非常关键 有的人说 有了这个功能 以后是把范克森 全部都干掉了 它不是为了干掉的 要干掉 那么在它的版本里面 就会提出来废弃 怎么可能把范克森 给废弃了呢 它只是有一部分 什么部分呢 你比如我在这里面 我用一个I口 那么它就不行了 它只是说 最典型的一种用法 比如说 然后里面 Retain了一点点东西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有一个阶段 后来有一个阶段 就又出现了什么了 就又出现了一种 匿名函数 出现了一种 匿名函数 到了Fn等于Function 然后圆括号 划括号 然后Retain 然后Retain 对吧 TURN 然后123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需要把Fn 对吧 需要把Fn这个函数 執行一下 因为你毕竟是个函数嘛 对吧 毕竟是个 就像刚才那个 受函数 你不能不驾驭 你不能不执行它呀 对不对 你不能不执行它呀 所以说到了Fn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结果 第11横有错误 Sorry 执行它 来看一下第11横 哪个地方有错误 它说Echo这个地方 有问题是吧 Function 然后呢 划括号 Retain了一个123 Retain了一个123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这个辩令有问题 对吧 到了Fn 单词没写错吧 Sorry 这个地方是哪错了呢 这个呢 也是我们之前的版本里面 经常会 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一种 一种手法上的错误 语法上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手法的错误 导致了一个语法错误 什么意思呢 它是这样的 你把这个东西拉开写 拉开写 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了 也就是说 到了A等于5 你后面能不加分号吗 所以说 你既然是一个负值运算 负值表达式 你后面一定要加 什么的 你后面是一定要加 分号结尾的 和谐来写的话呢 比较尬 但这样一写 你就明白了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翻课程表达式 而这个呢 是一个负值表达式 这个呢 它是一个语言结构 它可以不用加分号 就会一个一符语句 一样 那一符语句 后面不用加分号吧 对不对 所以说 如在这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既然是一个负值表达式 那么最后就必须以分号结束 不然就会报错 来刷新 是不是啊 是吧 OK 这又是其中一个阶段 这又是其中一个阶段 也就是说 曾经出现过这么一个阶段 echo 手 话括号 我把它 那么这又是一个阶段 那么最后呢 最后呢 对吧 最后的话 又是一个阶段 那就是说 我们又在这种情况之上 在这个A的基础之上 来了个A加 又来了个A加加 对 但是原本的这个翻课程的函数呢 是A加B加C的功能 对 你也就是在A的基础之上 动了动门征 这一点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这是什么 这是改进和升级 这是改了里面的一部分 让它变得更简单 通俗移动 好 接下来呢 事情又变成这个样子了 在8到10横 它把这个事情演变成了一种FN 记住啊 在PTBC里面 FN这个东西不能乱用 因为它是 对吧 它是在这种基础之上 变成一种箭头运算符的一个关键 关键字 叫FN 然后呢 圆括号 FN就是它 变成了FN 圆括号就是它 然后呢 花括号 变成了它 变成了顺线箭头 Retain123 变成了123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FN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也是没问题的 也是没问题的 我们故意把它弄错 爆错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 没错误了 对吧 这一点的话呢 就是快速操作一下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不是缓存 这不是缓存 对吧 这是确实是没有问题了 那么这种用法 那么这种用法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从匿名函数以后开始 其实就可以支持一种新的用法 就是这样呢 FN 圆括号 滑括号 对吧 圆括号 滑括号 然后里面呢 123 其实这种用法呢 也可以怎么做呢 也可以这样做 你既然没有名字 也可以这样做 然后呢 调用自身 你看它也没报错 它可以调用自身 然后echo 你看它甚至可以这样执行 这是一个更神奇的用法 更神奇的用法 这种用法不推荐使用啊 就是这样的话呢 维护的是不好维护 它俩是可以画等号的 它俩是可以画等号的 那下面这一种呢 也可以这么来做 echo 圆括号 echo 圆括号 明白的意思了吧 既然是一个echo的话呢 建议后面的分号还是要加的 因为咱们是最后一横 所以没报错 还是一定要加的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这么来做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做 就是把我们这段代码 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 就等于是让它去执行 让它去执行 要执行 你后面对加圆括号 中间是代码体 要想执行这段代码 寒数 要想执行这段代码体 或者函数体 你要执行 那么就要加圆括号 这就是传输上的 是我要加个圆括号 不加圆括号 是代码体 是功能体 或者叫函数体 加圆括号 是执行该代码端 或者叫功能体 我们刷新页面 你看最后的结果 还是一样的 看到了吧 这就是越改越先进了 越改越先进了 看到了吧 那我把这个东西呢 我来简单的写下 第一阶段 是这个用字的 第二阶段 也就是历史中 发生过这些阶段 第三阶段 变成了这个过程 对吧 第四阶段 变成了这个过程 这个应该换一下 其实也行吧 咱们就这么写啊 其实实际上 并没有什么阶段 之说 我只是跟他们 讲这个内容 也就是这个事情 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本来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成这个样子了 明白了吧 这是我们在不断 改进过程中的 几个阶段 我们把它拿过来 希望大家能搞懂 下来以后呢 大家呢 对吧 睁大自己的松颜啊 完了以后呢 下来以后呢 把这五个阶段练一下 那么你就能彻底的明白 咱们的箭头函数的使用 而这与今天的课题 还没有任何关系 还没有任何关系 这种用法 我不建议使用 因为这种用法不好维护 不好维护 我建议你要用 你就这么来用 对吧 还是啊 该分的时候分 该合的时候合 当然分 独立 才是更好维护的一种阶段 明白了吧 那么第三个 箭头功能 这种箭头功能 或者叫箭头函数 那么如何 在它的表达式里面 加入 引发一个议程呢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我把我们最常用的一些用法 把它留下来 就是在这种机制下 在这种机制下 我们可以直接through new 看到了吧 我们可以直接引发议程 我们可以直接引发议程 我们来看我们的代码 throughnew exception 就是引发一个议程报错 引发一个议程报错 看到了吧 随便写个错误 error 随便写个错误 error 然后呢 我们并且去执行它 我们并且去执行它 一执行 对吧 它就会执行它的里面的 through new exception 刷新 就会报错 报出来的错误 是error 看到了 报出来的错误是error 能盖得上吗 现在 那当然你也可以这样 try 去捕捉一下 我们在执行过程中 发生的错误 exception exception到了e echo 到了e get message 好 我们来刷新一面 对吧 这就是我们抛出的那个error 所以说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 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么这儿 就是说 我们在箭头函数里面 可以随时抛出一成 可以随时抛出一成 这种用法 是不是就很神奇了 当然你也可以这么做 就是我刚才的 你直接跟它加个圆括号 然后加个大括号 就和你这么执行是一样的 最后也是可以的 当然 如果你的代码多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这种代码不好维护 看着眼晕 OK 那么第四个是三元运算符 三元运算符 它也存在历史 它也存在几个阶段 也就是说 在5.25.3以后 一下到7.4 不断一路在改进 刚开始是这样的 刚开始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数 有一个数值 对吧 其实你可以联系的 问号冒号 然后呢 如果说到了内幕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就返回到了内幕 否则返回到了A字 如果到了内幕是存在的 那么就返回它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 到了内幕存在吗 存在 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一个细节 有很多人 有很多这个问号冒号 弄的是错的 问号冒号 其实它代替的是什么 代替的是前面是否为真 前面是否为真 就是第一个值 总共三个值 一二三 在这儿的话呢 是第一个值 是否为真 如果为真 对吧 第一个值如果为真 则返回第二个值 否则返回第三个值 这个很关键 那么根据这个东西呢 到了内幕是真 对吧 所以返回的是 到了内幕 所以最后的结果呢 是优色一 看到了吧 那么接着呢 如果前面为假呢 如果前面为假 如果到了内幕等于 法斯呢 如果前面为假呢 它不是是否存在 存在吗 存在呀 对不对 但是所以一定要注意 它不是说存在 就返回 法斯 否则返回二十 那要是按存在来说 它是这样的 到了内幕存在吗 存在 存在返回法斯 那我们看最后的结果 也明明返回到这二十 所以说呢 就验证了我们所说的 什么呀 三元运算符呢 它第一个 它的条件是什么 是否为真 如果为假 则返回A值 如果为真 则返回第二个 如果为假 则返回第三个 很明显 现在是返回第三个 对吧 它是判断的是 真和假 这一点 后来觉得这个东西 觉得呢 为什么要重复 写到了内幕呢 所以说就把 到了内幕给赏了 就来了一种 新的一种运算符 对吧 一种符号 叫问号冒号运算符 最后的结果 是一样的 看到了 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后来随着历史的演变 又产生了一种 新的结构 叫问号问号 问号问号 问号是什么意思 问号问号的话呢 这它的历史就彻底变了 它是第一个值 是否存在 如果第一个值存在 就把第一个值返回 否则返回第二个值 否则返回 中间是运算符 否则返回第二个值 第一个值存在吗 存在 所以说返回第一个值 对吧 所以返回第一个值 第一个值存在吗 你比如第一个值是now 对吧 是不存在 所以呢 返回的是什么 所以返回的是 二是 是第二个值 所以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干脆没有定义 没有定义 也代表是不存在 不存在 也是返回二是 但凡人家存在 对吧 人家就返 但凡人家存在 哪怕就是空 你来看一下 它也返回第一个值 这非常关键 这一点非常关键 哪怕就是false 人家也是存在的 也就返回false 所以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在历史中 问号什么什么什么冒号 后来演变成了问号冒号 后来又新增了一种问号问号 这领个是前面是是否为真 这个是前面是否存在 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不能画等号 有的人说 这个问号问号和问号冒号 是不是相等的乱用吧 怎么可能同时出现两个相等的东西 要是相等的 这个就会被标记的弃用 和这个 对不对 对 它只是增强 没有废弃 没有这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废弃 这一点很关键 大家仔细看我的代码 好不好 好 第五个 三元运算符或者表达是 它呢 也可以在它的体内 引发异乘 引发异乘 看到了吧 也可以引发异乘 那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我把代码经紧 太乱了 好 现在变成这段代码了 那么完了以后呢 我在这个地方 我来了一个这 到了内幕 问号冒号 到了一只 那么前面是不是为真呢 前面是假 对吧 那我们当然可以付一些别的值 只要有值 它就是真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你比如说 送引号里面来点别的值 对吧 它都是真 它都可以转化成真 那如果为真 则返回 你看它最后的结果是不是 对吧 看它是否为真 OK 或者说你可以 你也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值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要玩的是什么 我们要玩的是 不在这儿弄这个东西了 我们要玩的是什么 through through 对吧 through 然后呢 exception 然后一个一乘 对吧 是一样的呀 然后来一个一乘 OK 你想扔什么扔什么 反正through就行了 OK 那这个呢 我们来看 没问题 没问题 如果说这个地方是假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就抛出来一个一乘 error 抛出来一个一乘 叫error 我就不捕捉了 不try了 大家可以明白这个意思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 到了name 问号问号 throughnew exception 好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前面它不是真假的问题 前面是否定义 如果干脆就未定义 那么就会抛出一乘 看到了吗 如果那只要稍微的有定义 人家就会抛出 对吧 就不会抛出 就是把第一个字返回 就这么简单 这里面 我都简单的书写了一下了 我都简单的书写了一下 只是里面的值不同而已 其他的都一模一样 好不好 看到了吧 注意看这档代码 是吧 也就是说你要弄清楚 这个问号冒号 以及问号问号 好不好 咱们最后 再来说一下 问号冒号 在这儿的意思是 前面是否为真的时候 来判断的 问号问号 是前面是否存在的时候 来判断的 不一样 以及我们前面所学的 那个东西 叫什么 叫箭头函数 箭头函数 其实就是一种 匿名臂包函数 最后 被变成了一种 松陷箭头函数 这一点非常关键 所以说我们反过来来说 如果说这个松陷箭头 在什么地方出现过呢 第一 我们前面是对象 对吧 不是 就是我们在数组里面 如果是关联数组的时候 用过这个松陷箭头 对不对 光联数组用过松陷箭头 同时 它还出现于什么 出现于这种 匿名臂包函数 它的一种简洁用法的时候 也出现了松陷箭头 运算符 好 我们本节呢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